同拿24分,为何朱婷和江川对球队的贡献迥?后者一环节差太多。 说起来,中国女排的朱婷和男排的江川有不少共同点,两人都是94年出生,在国家队都穿二号球衣,都是各自队里的主要得分人和灵魂人物。 两人刚刚打过一场比赛,朱婷打的是土超联赛的一场常规赛,对阵速第一萨起巴西,而江川的比赛则是男排超级联赛的决赛第二场。 在这两场比赛中,很巧,两人都得到了24分,但赛果却迥异。 朱婷所在的瓦吉福银行3比0横扫伊萨,但是江川所在的北京汽车男排2比3西败上海男排,在五场三胜制的决赛中总比分0比2落后,被逼到了悬崖边上。 或许有人会说,这两场比赛千差万别,没有什么可比性。 的确,比赛本身有很大的不同,甚至两人在场上的位置也不同,但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进行比较。那就是攻守的技术层面。 在扣球上,朱婷和江川都属于暴力型攻守,前后排都可以进攻,崔城拔寨得分很高,在这一点上两人之间差异并不大。 拦网方面,朱婷要比江川好,但差距还算能接受。 发球上,江川的发球如果不失误,效果要比朱婷好一些,但朱婷的发球效果也越来越好了。 这几项技术的差距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,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。 由于江川不接一传,一传撇开先不弹。 在剩下的几个技术环节,防守、串联和小球上,朱婷的技术就要甩江川几条街了。 在比赛中,朱婷的防守起球、传球、小球等各项技术都很过硬,球到手上不会糟蹋。 反观江川,他的下三路技术则可以用业余来形容。 起球质量差,传球不到位,小球处理糟糕。 在周日对阵上海的比赛中,他多次在调整传球的时候,把球传到了上海队一边。 然后被对方成功反击。 而这种事,极少发生在朱婷身上。 这种糟糕的下三路技术虽然不像扣球失误那样直接丢分,但其实也算是一种间接的失分。 一场比赛,如果你得10分,15分的话,你对球队的贡献是大打折扣的。 面对竞敌上海队,江川经常砍下全队甚至全场最高分,但是球队却很难赢球,很多情况都是自视控制的不好,这个毛病在去年的决赛中就发生过,让很多球迷对江川又爱又恨。 下三路技术是江川急待弥补的一项。另外,江川在关键球的心理上也有一些问题。 在碰到形势比较焦灼的时候,他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失误,比如周日的比赛,关键的决胜局,发球彩献送赛点就令人扼腕叹息。 朱婷的优秀绝不仅仅是扣球那一下,他太全面了。 对阵伊萨的那场比赛,简直就是朱婷的排球技术教学秀,扣球,篮网,防守,串联,小球处理各种技术都一一展现,无可挑剔,在关键球上也有大心脏。 江川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朱婷学习。 如果江川的下三路技术得不到提高,他将永远成为不了顶尖的攻守。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,每个队员身上的弱点都会被成倍放大,很多时候,比赛不是在比谁更好,而是在比场上谁的漏洞少。 江川继续努力吧!